注意看,这个男人重生回到九十年代,仅仅一个月卖小龙虾狂赚二百万,历绝到底是什么? 张哥,佛陀车已经买了,还有一宗那边销售点有人来传话,说是有个大叔找你,说是房子的事情,约你见个面。 你要想买房子,咱们这些天赚的钱不少了,可以先拿出来用。 我那还有钱,反正是够了,幸好这些天生意那是真的好。 我也不需要太多钱,有空,我再推出一个龙虾新品种,把龙虾的味道做上去,这随城市的市场还是小了点。 老叔呀,你这房子确实要少一点才好,你这又不临街面,这街面上气派的房子也没你这么高呀,也就院子大一点。 六间房子一间房子都差不多一万多呢,你说,这随城市哪里的就房子一间一万多? 我这随城市一中旁边,多好的地啊,上学进房子好出租,把这房子一间一间的租出去,都是钱呀,贵点这不是很正常,好的才贵呀。 那也不成,我这兄弟没经验,我可是知道这一片卖房子的不少,毕竟你这价钱是珍贵,你这边也就靠学校进。 买个东西都不方便,还得骑几公里的车去菜场,太不方便了,为了真的不划算,随家总是有读高中的孩子。 何况,这随城一中还要考上才行,又不是敞开了给读书。 这一中老十一年也没几个钱,就这货房子,人家二十年工资都不够,太贵。 一番讨价还价后,房东让价到五万七,再也不很少钱了。 行,五万七就五万七,我是全款,你得请一些中间人来,还有土地证我也得看看。 他笑呵呵的答应,五万七呀,全款呀,这房子卖的值呀,一下子就拿到了差不多二三十年房子的租金,实在是太乏丧了,自己运气真是好,怎么就遇到这样一个爽快的人。 张哥,回头我也在这附近买点房子,我手里有点钱了。 嗯,能成,回头还有一个地方,其实也挺好的,就是那边,义中那边新建的楼盘,那边应该有门面出售。 回头你留意一下就好。 张哥,你说那房子,哎呀,巧了,大房子的开发商我认识,还在我家店里吃不虾吗? 你认识刘中涛? 咦,张哥,你也知道那壮岳府的老板是刘中涛呀,厉害了,你都比我这个天天在隋城棍的人都强,那刘老板可是个有魄力的大老板。 这个刘中涛在隋城可是个风云人物,以前是干运输起家的,有一个车队开始给人工地拉图是吧,他脑子聪明会来势,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人脉,认识不少做房地产的老板, 资金不足的时候就拉他路过,稳扎稳打,虽然开发的房子不是很多,但是有胆有识的,居然拿到距离隋城一中最近的一大快递,这块地位置好,人流量也不小,关键是在当时面积很大,他分成几期开发的,最靠近马路这边是一期,而且他有点眼光,建设一期的时候,建的是12层的大楼,这在90年代,几乎是隋城市最高的地标性建筑,所以隋城不少做生意的都知道刘中涛,刘中涛却是有本事有眼光, 他做的壮业府有地下两层,上面三层的框架结构,就冲着这一点,隋城有这眼光的不多 是的,是的,我听这刘老板说,这个框架结构的房子,也只有省城最先进的大厦才会这样,在隋城市头一份,他都说,这一期房子什么都不求,就想给孩子留三层房子 呵呵,所以我要你留意一下刘中涛,他打算留给孩子的房子,说不定有变化,你留意一下壮业府旁边的那些门面,越靠近壮业府的越好 安恩,好